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艺术特区这里呢 就够我玩最少半天到一天了 真的很精彩 一起来看看咯 今天我们很开心的 跟我们马来西亚来的乌斯林朋友 来到高雄的陈丽丽印尼美食馆 那我们这么开心 遇到我们的陈丽丽就在这里 而且这里呢 是高雄第一家拿到哈拉认证的餐厅哦 所以如果有乌斯林朋友来高雄的话 这里是最好的选择了 你看 我赶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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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雄的朋友跟我讲呢 如果说要吃好吃的 一定要到瑞丰夜市 所以我今天就在瑞丰夜市走了一趟 真的非常的精彩 不只是吃的 吃喝玩乐 通通都有 而且还真的 我试了好几档都很好吃 瑞丰夜市高雄的哦 在高雄的夜晚 除了可以逛夜市以外呢 就可以来这边 漂亮的河 就是爱河上坐爱之船去游河 前面的灯光都很漂亮 那如果说要来这边游河的话呢 大概是20到25分钟 那最好的时间呢是9点钟 晚上9点钟以前 傍晚到9点钟以前都很棒 到hem 有点儿 6点钟 几档是 在フト 从未来都尝试一下 攻击 中文公司 一起肯定